明天我们要玩 恶魔宝石深共仇之 改造十二母子 作战 一样就可以称为工作室第二名字播出 咋不是第一样 你这样子一下 有来你去活啊 我就敢 虽话不多说 我先来挑战第一个黄色的 改造过我黑迷 必须鲜血 啊真的是很丑诶 乌驰骂黑的 而且都化掉了好恶心啊 那我就用银色亮粉跟金箔来改造了 加入银色散粉 来一张金箔纸 金山银山都有了 看我把它变肺为宝 加了成型水之后 我的泥就好咯 你海帮男的飞 这也能叫仙气吗 纸条 把甲水变成起泡浇 这也太容易了吧 来一瓶八二年的甲水 给它来点T恤泡 给它混起来 看果上倒入一点点浇水 我的泥好像过失败了 他还嘲笑我呢 好歹我也是比你很故意 这个恶魔果实 怎么好像大鸡腿啊 把黏乳三秒钟变冰山泥 准备一块没人要的黏乳 还能散散的金箔纸 冰山泥的大功告成了 冰山泥 来看看我的会是啥 纸条 泡泡椒做大棉 这个有点挑战性 然后倒入一点泡泡球 重一点慢慢洗碗用的海绵 让你们来享受一个预产满足 这个还是在两个恶魔果实 预选哪一个 蓝餐大战斧 再来笑选 粉色的啦 蛤 那我就先来捏咯 最后一次的任务是 你用水便雪 做出千丝尼 就你这小矮大瓜 一切都做不出来 谁错了 我可是跟夏姐 呼吸了一招 用石兰姆 来动力杀 就可以做出千丝尼 让石兰姆 投入多子的怀抱 说这个石兰姆都这么好看 踏入我珍藏已久的动力杀 搅和搅和 用太空杀 果然做出了千丝尼的感觉 本色的恶魔果实 考拳 考拳 爸爸盆 不会像是爸爸吧 旁边 吃辣椒酱 不是说妇女吗 这么说辣椒酱 你不吃的话 我可就2比1赢你哦 谁说我不吃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谁能成为 中国是第二名的播出呢